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嘉庆年间地处边陲的青龙寨和白虎寨世代为仇动辄泄斗 这一年发生了一场残忍的大规模的恶斗 好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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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好 去吧 快走 恭喜大哥 亲手杀了白虎寨的债主徐德 快走 走 走 快走 快走 快点 启禀罗寨主 白虎寨匪魄临桃以燕名正身 请罗寨主下令开展 托大哥洪福 白虎寨债主徐德被大哥亲手斩除 匪魄临桃马上问斩 徐族可是斩草除根了 再也掀不起风浪了 大哥 愿白虎寨二寨主同春生愿报效我债 请大哥发落 傻 这次谢斗两败俱伤 佟春生既想报效本寨要宽厚待之 方可赢得天下 传佟春生 范明佟春生 等候债主发落 你愿效忠本寨 委屈你就位四债主 谢债主 请四债主更衣 呸 无耻 大哥 快下令展 吧 太豪酒 以祖先规矩 把匪魄开堂破肚 将徐德姨父子捡来下酒 这怎么回事 你可怎么办 这怎么办 开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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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吓人 你可不哭 你可不得做 不忍心 你可不忍心 你可不忍心 这天吓人 怎么可能 这天吓人 这天吓人 真心 这么诚 站住 恭喜夫人 是 罗伏添了位公子 夫人 快 快给老爷报个喜讯 是 夫人 给老爷贺喜 夫人给青无寨添了一条猛龙 恭喜大哥 好 好 恭喜大哥 大哥 你看 干嘛 这个妇女 站住 快 快杀了匪婆 是 有门 有门 何方兔驴 胆敢接我罚场 来人 给我拿下 是 快 放箭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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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兔驴 二哥 二哥 你醒一醒 快点 醒醒 二哥 二哥 妈 我来 三弟 你看我的 四位寨主受惊了 平僧不忍胎儿还在母腹中就被你们煎来下酒 斗胆结了法场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瘦老弟 傻看什么 快上 快 走 咱们也快走吧 快走 走 快走 谁敢阻拦 这就是下场 老僧告辞了 我想会后会有期的 好 快走 快走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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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生孩子的事谁也挡不住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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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出家人本应与人为善 你为何处处刁难于我 阿弥陀佛 凡佛门弟子均救苦救难 平僧眼看一夫子被杀而见死不救 那才是罪孽深重 林桃王父徐德 在泄斗中杀我不少债兵 我又怎杀他不得 可他府中泰儿还未见天日 你们就要由监下锅 泰儿何罪之有 你是何方徒吕 竟敢如此放肆 出口无惠 必造报应 平僧乃真佛寺方丈 通天长老是也 同理 你听着 你若不交出临桃 我定将真佛寺一位平地 阿弥陀佛 你交不用 弓箭手 给我上 是 出家人遵从佛训不看杀戒 此时只是教训教训 若再敢来犯 平僧丁将金针刺他左眼 二哥 二弟 二哥 走 回去 小心 长老 长老 既然夫人已生下孩子 施主们为何不赶快逃命 请起 长老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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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死了 平僧死了 不 长老不能死 是徐夫人生下孩子后死了 长老 清债一载斩草除根 这孩子在我们手里迟早是个死 我们商量好了 求长老把徐公子带为私利抚养 练功习武 长大了 可以为徐债主报仇 为白虎债报仇 不认为何不赶快逃命 长老 佛门圣地 怎容得一个奶妈去带养徐公子 使不得 使不得 长老既然断然拒绝 我们迟早总是个死 倒不如现在报上徐公子冲下山去 跟清荣债拼个你死我活 徐债主和夫人在九泉下也可明目 来 跟我冲下山去 等等 容老僧再记忆一番 长老 救救孩子吧 俗话说救人救到底 长老 善哉 善哉 救人救到底 谢长老 徐债主一向亡灵 感恩不尽 谢长老 谢长老 哈 哈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今日起应严守似规以防不测 是 这孩子俗名徐仇 法名惠空 从现在起他就是尔等师弟了 得理托佛 慧能 弟子在 你要带领众僧加紧习武护士 不得有误 弟子明白 慧明 慧能 去传慧明 是 是 师兄 您醒醒 师兄 快起来 什么事 师父叫你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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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能 你想开 是 快走 快走 慧明 你可曾睡醒 弟子 尚未全醒 那好 从今天起慧空的安全交于你了 师父 弟子生性贪睡 我怕误事 请师父另选高明 好 我来选 慧明 还是选中你 阿弥陀佛 四寨主 那通天和尚是徐德家什么人 丙寨主 据我所知 白虎寨寨主徐德并不认识此人 既然他不认识徐德 此仇不报 非君子 寨主 徐德一父子在老和尚那儿也是后患无穷 四寨主 四寨主 你去弄清通天和尚的底细 是 罗三 你设法派个高手潜入真佛寺 一来探听底细 二则刺激刺杀那个一父子 二弟 你好好休养吧 不 大哥 我去把我的师兄隔了宝 人称雪山剑侠请来 不报此仇 事不为人 老爷 奶娘 报公子 来 来 给我 你看 老爷 你想儿子想了多年了 现在我给你生了儿子 你怎么不高兴 这场劫走了那匪婆 后患无穷 那灵桃不是已经死了吗 可那一父子尚在 跟我们这个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你们男人干嘛泄斗不断 老爷 你还没给咱们的孩子起名字呢 好 就叫罗剑吧 来 来 出家本无家 我谁又当爹又当妈 师傅给了我一个苦差事 来 吃吧 吃吧 快快长大 笑了 想了你这个小师弟可苦了我这个胖妈妈喽 师兄 师兄 你整天睡觉 万一小师弟有个好歹 我就是赔上这一身肥肉 恐怕都不行 我就是赔上这一身肥肉 醉过 醉过 我可以一并招待 兔驴 你若聪明赶快闪开 我奉债乳之命前来产生孽种 你仲公 我上去 走 撤 住手 阿弥陀佛 慧明 修得无礼 你们走吧 以后若敢再干扰本寺 一定严惩 师兄 没事吧 躺着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这两天看看 诸位 大侠 不死辛劳来山寨助我们 大家敬上一杯 来 敬大侠一杯 好 师兄 干 取取小事 那通天和尚是武林中人 明日可按武林规矩 要他与我当众比武 是武林中心 尽管放心 好 祝大侠 谢开德兄 我们大家就养当师兄了 通天和尚只是雕虫小记 明日记一个回合就可叫其当众出丑 师兄 师兄 明天您可要为兄弟出口祭 大侠 我已查明那通天和尚二十年前是天地会的剥厨 在天地会背脚之后 他出家佛门 周游天下 拜天下武林高手为师 学的满身绝技 认成金针老头 昨晚二弟等人就吃了亏 什么 这个家伙 原来藏匿在此 老子寻他多时 爹 二十多年前你封了先帝之命 为教天地会不幸丧命 孩儿尽你找到仇人 明天定把他活擒祭奠 医学此仇 格勒宝业我比武之事 我已经知道了 刚才青龙寨派人下了比武书 谢谢你的通报 平僧也要大作入定了 这 我都不善 善者不来 为报复仇 明日孝心 通天和尚 十事务为俊杰 典下交出徐德义父子 本寨主还可饶你不死 不得 要是一孤行 这楚牧场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阿弥陀佛 徒徒 我让你四个明白 二十多年前 贾父为平定天地会谋反 被你等杀害 而今你有胆敢收养孽种 并害我师弟一眼 此仇此恨 今日不报 更待何时 当年你父被朝廷所利用 也杀过不少天地会英雄 这笔账又该如何算 我只管算我的账 我乘劝你 但得有个条件 条件 死还有什么条件 狐狸 死到临头 你笑什么 我笑你胆小如鼠 还枉为武林高手 此话怎讲 老僧只提一小小要求你都不听 老僧还比什么武 好 我看你死到临头还玩什么花招 今日比武 倘若老僧输了 徐德的一父子由你发落 老僧也再次圆祭 倘若你输了 以后不准再干扰真佛寺 也不准再欺负百虎寨 十八年后 徐德的一父子会与你等一并清算 你敢答应吗 好 一言为定 不会反悔 笑话 武林中人岂有反悔之理 来吧 你出招吧 老僧与你三级掌 已视天下如何 老秃驴 出掌吧 尝试 好 好 裤掌 来 好 好 快走 起来吧 我只用了半招又没伤着你 干嘛还躺着 你干嘛不用全招 我死了反大好受 你不杀我 又不让我自杀 你难道叫我一袖天下吗 老森怎能开杀戒 以老森之戒此账已了 难道施主准备食言 滚 十八年后再决胜负 此话算数 我将看下左臂为政 十八年后我将单臂杀你屠驴和那一副子 戈大侠 戈大侠 师兄 快 先把戈大侠抬回罗虎请民意治疗 快 阿弥陀佛 屠驴 你欺人太甚 害大侠失去一臂 又害牛城 瞎了一眼 还抢去一副子 此仇不报 非君子也 来 快给我上 上 刚才有言在先 怎可食言 谁能把这口气咽十八年 贵民 贵民 你开刀开刀他们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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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寨主 接见 接见 快去杀了奶姨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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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杀了奶姨复合 你杀心太重 留下一眼一丧无辜 还是让你七黑一片为好 天意 你看 好 活该 二队 大哥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心奔山可依相合 时代乐回无边众生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太平满意十指甘烂 快睡觉 把惠空放在暗机上 尔等出去把手动口 没有我的召唤 谁也不许入内 不许入内供他 走吧 听师父的 阿弥陀佛 帅哥 师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帅哥 师父把惠空带到石洞里干什么 师父不让进 走 来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小弟不利 为助一臂 反尸一臂 且牛成师弟 大侠 为避宅之事 连累了你 师弟因眼瞎而跳崖自尽 我将去天涯海角觅食习武 十八年后再来一笔高下 我上路了 慢 大侠 我尚有一事相求 说吧 我也知道那兔驴已开始调教那姨父子 十八年后会是一条好汉 那时我儿罗剑定不是对手 所以我想把孩儿托付给你 将来为秦龙寨争气 寨主舍得 好 一言为定 即刻上路 报公子 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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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后悔 夫人 大侠 恕我不远送了 三弟 四弟 倩儿 待我送客了 恕不远送了 倩儿 倩儿 放我倩儿 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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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夫人 后会有期 多多保重 一路阵包 倩儿 仲 подоб 慧空在真佛寺念了17年的经 李比武只剩一年了 他念出了什么名堂 悔空 《大藏金刚经》抄了几遍了 弟子只抄到第三卷 你是以写荡漠 抄经修身 弟子牢记师父教诲 修身重在修心 信佛贵在前证 慧能师父 阿弥陀佛 怎么不见慧空练功 他的事全由师父安排 慧空难道不知道十八年后比武一事 十七年来我从没见过他练过武 不过每晚师父必带他进洞 他来了 你不妨试着 慧空 你真的一点本领也没有 明年你怎么去比武 奥弥陀佛 早日修成正果 佛祖自会披露 师弟 你哄哄罗斯举 藏一手都可以 王满大叔来了 一不亮出一招 他怎么让白虎寨的乡民们放心 慧能 慧空我自有安排 而等今后再也休提练武之事 都回去吧 走 长老 施主此犯上山有何事相告 戈勒宝已让罗剑提前回载 熟悉地情 香情 赵二哥说罗剑胆大意高 天天叫嚷要静妙巡视 还有童春生的女儿童雪 也练的一手好剑法 献与罗剑打得火热 好似如虎添翼 好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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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子 练得真不错 确实不错 是啊 健哥 该你了 那我先瞅了 好 好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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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天到晚陪罗公子练舞 可别把罗公子给累坏了 佟叔叔 侄儿不累 比武日期已尽 侄儿自应加强练武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我们再看看 走 咱们到那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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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和尚为何暗算于我 阿弥陀佛 冤冤相报 冤更冤 代代相仇 仇更仇 阿弥陀佛 世间之事 容你多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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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住手 请问施主是青龙寨罗剑公子吗 是又怎么样 请罗公子稍等 老纳请公子方丈式用茶 有话相告 罗公子好自为之 慧空 阿弥陀佛 你记住我的话 修身重在修心 信佛跪在前程 我问你 你前程信佛是为了什么 弟子求菩萨保佑 比武能取胜 为父母报仇 那么世间善男信女 前程前来朝山拜佛 他们为的又是什么 难道他们不是求佛保佑 太平盛世和睦安宁吗 慧空 你跟我来 你看 经过十八年修养生息 青龙和白虎两寨变得山清水秀 牛羊成群 谁愿就好景不长 seal 你来干嘛 你干嘛 你看我们干净一掉鞋 我什么事也吃这些 还要抖一抖 您给个好多鞋 看看是个什么 你吃 还是你吃吧 我们一起吃 你看他们多好 我们俩也会的 来 快来 你太坏了 雪妹 我不说了还不行 你换 少爷行行好 上个钱吧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 把人撞倒了 不说对不起 还要钱 我要是撞不倒我还不要钱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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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有血腥器 我不要 选你 我不用问了 坐一会儿 那是他要骗子 这conscious 你老子跑了 哪里跑 罗公子就这点本事 是跟你这种人玩没意思 我走了 有种的你别跑 来 跟我来 你往哪跑 站住 来 别跑 你别跑 你别跑 罗公子是否在找一个要饭 他可正在我身后睡觉 原来是这个秃利耍我 闪开 慢 你若能胜过我手中的东西 我就让你过去 你想找死 你想找死 就凭你这身武艺就想了了冤仇 老子用这个就能脱下你的衣卦 我还要把你的裤子脱下 不用怕 折修布一定给你留着 身为出家人 我又没惹你 我也如此戏弄于我 他不也没惹你吗 你为何去惹他 不是你们约定让我们十八年后与他了清前障吗 时间不是还没到 你强人心了 了得不好就会露出修人之处 你怎么会露出修 丫头 给你爹传个话 叫他别枉费心机了 阿弥陀佛 你怎么会露出修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露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师弟 还有三天就要比武了 你还在抄警 师弟 你用什么功夫去对付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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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我们世界剑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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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就饶了土地我吧 你出家20年 凡根未绝 师父 贪图世俗荣华富贵 充当罗夫走狗 这回可以向主子交差去了 你走吧 来 来 诸位 君子报仇十八年不晚 明日比武 英雄定能取胜 来 干啥 干啥 慧能 你给大家讲讲徐愁这孽种的怪样 魏大侠住住酒席 好吧 我把他打翻在地 他说 阿弥陀佛 我在掐他的脖子 他 他 他又说 阿弥陀佛 要不是明天比武 当众出出丑 我早把他掐死了 谁知道 我一松手 他又说 阿弥陀佛 献丑了 吃菜 吃 干了这一杯 真是天生的一对 是啊 明日比武一过 选个黄道吉日让他们完婚 也算了却一桩大事 大哥 佟春生怎么不见了 他说身体欠安 雪妹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是你 是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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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生在罗家 生在青龙寨 是你 你为什么要去比武拼命 这不是十八年前就定下的吗 定下的又怎么样 你 你与那学仇素不相识 为什么应要把你们扯在一起 杀给你死我活 我真怕 真怕明天万一有个闪失 那我 我该怎么办 雪妹 闪开 你是谁 我与你前世无仇 今世无冤 为什么要暗器伤人 是谁 你是谁 爹 公子 爹 都怪你 现在怎么办 孩子 回家去吧 爹有话跟你说 走 剑儿和冬儿 怎么还不回来 儿女情长 让他们多亲热一会儿吧 明日比武 胜负难料 也许是你对 是我做了孽 爹 你今晚是怎么了 你一定是隐瞒着什么 是的 这个隐瞒今晚不说 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爹 你怎么了 我原来是白虎寨的二寨主 这我知道 不 你不完全知道 当时我委屈求全 为的是救徐夫人 幸好通天丈老救了她 我忍辱负重 等待徐公子长大 重立白虎寨 令人不解释 徐公子去驾系真做 整天阿弥陀佛 真的当起和尚来了 可是明天就要比武了 我心机如焚 所以刚才 爹 老公子跟你又没有冤仇 你何必一定要杀她呢 爹 我可以不爱她 求你也不要伤害她 我们立即走 走到益山他乡去过一辈子 爹 我忘了一件事 通天长老曾让我给你烧计划 说要你别枉费心机了 徐公子 徐秋ацию 我是你童二叔 徐% 你真的伺大皆空了吗 阿弥陀佛 空能使人心静 静且幸会 慧且幸乐 这可是大逆不道 阿弥陀佛菩萨自有定论 叙瞅 你 好 我去找你的师父好好问问 同施主 难道你女儿没把我的话带到 又在枉费心机了 请长老吃点秘境 你回去吧 明天比武场上必有分晓 慧空 跟我来 阿弥陀佛 师父 我 回屋去准备准备 以后好自为之吧 师父 是 慧空 你叫慧明把真佛寺九师长老留下的法衣给我拿来 再叫火头僧给我用檀香木烧一桶玉汤 苍天在上 小的卧心长胆十八年 为保杀父之仇 为保师弟惨遭粉尸之仇 是 王天爷 王地神 保佑小可马道成功 今日不杀秃驴 不杀徐仇 势不为人 父亲大人 牛城师弟 安息吧 为民 今日比武 结果将会如何 弟子贪睡 难料结果 众僧皆醒你独睡 众僧皆睡你独醒 恐怕连我都梦不过你 师父 师父 弟子悟行不足 空者若鱼 悟在鱼中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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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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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青龙战勇士 罗剑上场 师弟 还没到你呢 回来 师兄 你看他 他今天怎么了 刚才传的是青龙战勇士罗剑 你上来干嘛 阿弥陀佛 平僧虽不是勇士 但却是罗剑 什么 你是罗剑 是 平僧确实是罗剑 怎么 我的师弟是罗剑 怎么会是罗剑 你怎么会是最大的吗 对 怎么是罗剑 我就问谁去 你是罗剑 谁是姨父祖徐仇 传徐仇上场 看看 徐仇呢 这真是 来者报上性命 我乃白虎寨寨主徐德的一父子 徐朝师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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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哥大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搞的 好 我现在才明白 师父为什么不教师弟练武功了 明白者不明白 不明白者明白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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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 我不信 请教长老 此事如何解释 古往今来 子报复仇 天经地义 可这样下去 代代皆仇 事事相报 冤仇何事了 为此 老僧绝计破这个规矩 用了个调包计 让徐仇入罗府西武 让罗介入寺念经 这样两全其美 我想明白 你是如何玩龙偷梁换柱的 可以 我利用刚刚出生婴儿 容貌相差不大 于是 不信 正好在将公子叫格勒宝之前 把婴儿换了一下 请问公子 你怎么信以为真的 我是昨夜 方知此事 徒驴 为何几番戏弄于我 今天不同你拼个你死我活 事不为人 住手 在父母坟前修得无礼 你要干什么 告诉你真实身份 你不叫罗剑 罗斯举夫妇也不是你的父母 笑话 我不叫罗剑叫什么 你叫徐仇 这坟里埋的才是你的亲生父母 笑话 天大的笑话 我是徐仇 那庙里的惠空和尚又是谁 那才是真正的罗剑 18年前我用了调包之计 有何凭证 听着 照我的话去做 挽起袖子 平举双臂 提神运气 两臂相并 再从丹田发真气 不使徐仇化仇为何 爹呀 娘 孩儿不孝 我既是徐仇 为何不让我抱父母之恩 却要我化仇为何 请长老指点迷惊 不敢当 不敢当 我们当和尚的信奉何为上 仁和总比相杀为好 你们白胡青龙二战 世代相仇泄斗不断 总不能长久厮杀下去吧 精彩 不知罗公子听后有何想法 父母大人在上 受儿一拜 儿已皈依佛门 四大皆空 世俗红尘 已与儿无缘 儿今日叩头 以谢父母生育之恩 儿告辞了 儿 儿 儿 我的儿 你孤身一人 要到哪儿 夫人 娘 儿 你竟有这等本联 理应少为父母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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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无家 四海为家 普渡众生 乃武心愿 恕孩儿不能膝下尽孝 阿弥陀佛 好 漂亮 第一个回合算你老徒律胜了 下个回合该看我们的了 师叔 你从小带我访师习武 我将永远铭记你的恩德 此事已与你无关 王师叔 极早抽身 小逆种 我十多年来辛苦带你练武 有人指望你能弘扬青龙寨大业 为你牛城师叔报仇 可谁知这个老秃驴 来吧 小逆种 我先收回你的武功 师叔 哥大侠 哥大侠 你就放过他吧 虚仇并非青骨肉 但我们还有养育之苦 闲话少说 进招吧 冤有头 战有主 你不愿抽身这世仇之外 那好 我们来了这笔账吧 十八年之恩怨岂有不了之理 来 看见 十八年前是我们比武中签的账 眼下青龙白虎 世仇已了 人心思宁 即使要流血 何必洒在这即将太平宁静的土地上 平僧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让我们另选别地如何 怎么飞到 小子 这就叫喊 你爬不清 丑哥 丑妹 你 我都看到了 西州小寨主 该你为白虎寨出气了 对 住手 通天长老 说得好 说得好 青龙白虎两寨 世代相仇 泄斗不止 长老苦心一片 令我大彻大悟 这世俗之斗 再也不能继续了 冤有头 债有主 杀了吴绅 望青龙白虎两寨 永世和好 太平盛世 老师 老爷 放开我 放开我 娘 娘 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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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徒驴 你开始吧 阿弥陀佛 善恶到头总有报 只争来迟与来早 十八年来我用调包记苦心修道 只为一个善缘 我只求大侠罪从心起降心颤 心若忘食 罪也空 忘掉这一切吧 忘掉 我忘得掉我那被害的父亲 忘得掉我被砍掉的左臂 忘得掉十八年前受的耻辱 若得意万事必 只要真心话筹为何 那一切都是可以忘掉的 平僧十八年前不是为救一父子何以卷入这场事端 老徒驴 你是害怕了 来吧 尽招吧 善哉 既然执意如此命之注定也 按老规矩先级掌 这掌均由你发 这掌均由你发 我已让你机掌立足画筹为何 没有击重也算老纳造化 肯望葛大侠到此助手 今日比武 鱼死网破 不用多说 开刀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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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民 我决心圆成佛道 以成干人 我决心圆成佛事 你们都下去吧 阿弥陀佛 葛大侠 老僧一朝未还 一份苦心 枉 止恶行善 恩怨有尽 别废话 今日不杀兔驴 事不罢休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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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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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iqu 哎 哎 来 哪里都 给 来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债民们 让我们两寨世代友好 永不泄斗 让青龙白虎两寨就叫龙虎斋吧 丑哥 雪妹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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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